大家好,我是美食阿朋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 把千章放入油鍋裡面炸一炸 出鍋就是一道五星級飯店的招牌菜 這道菜也是做到了桌桌必點 真的是越吃越上癮 首先準備適量的千章用刀從中間切開 再把千章折疊起來 再把千章切成細條 咱盡量切得均勻一些 切好之後用手抖散開備用 鍋中燒油油溫五成筷子周圍冒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 然後把切好的千章放進來 全程中火炸 中間多翻動幾次讓千章受熱均勻 這個過程大概需要五分鐘左右 最後把豆皮上面的水分炸乾 然後用漏勺控油撈出來 再放到筐子裡面備用 然後再準備一結大蔥 從中間劃開 把裡面的蔥芯取出來 再把大蔥卷起來 再用刀切成蔥絲 再準備半顆紅椒也給它切成絲 切好以後放入盤中備用 再準備半顆洋蔥切成細絲 切好以後用手抖散開 這樣會更好的入味 然後再準備一把香菜切成長段 全部切好以後放入盤中備用 鍋中水燒開 往裡面倒入適量的生抽 再加入一點老抽上色 豆皮想要好吃 關鍵是在這個五香滷料包 它裡面的配料都是肉眼 可以看得見的乾淨 都是真材實料 平時在家做紅燒肉 滷豬蹄、滷雞爪 還可以做各種滷菜 往裡面加入一包滷料 再加入一小勺食鹽 再把炸好的豆皮放進來 全程開中火 把豆皮滷上10分鐘 讓豆皮吸收湯汁的鮮味 10分鐘以後 把豆皮控水撈出來 控干水分以後 放在通風處 風乾上面的水分 如果著急吃的話 也可以使用家裡的吹風機 把表面的水分吹乾 風乾以後 把豆皮放入一個大碗中 往裡面加入一勺辣椒粉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再澆上一勺熱油 激發出辣椒和白芝麻的香味 再把所有的配菜全部放進來 再倒入適量的香醋 再加入一點食鹽 然後戴上一次性手套 充分地抓拌均勻 豆皮經過了炸、卤 然後用涼拌 吃起來酸辣爽口 勁道又入味 超級的好吃 這一份在飯店賣到了38元 在家做成本不到5塊錢 真的是既下酒又下飯 想吃的趕快去試一試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點贊關注 評論轉發 點擊我頭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教程 下個視頻再見